如何用一天时间玩转丽江古城 刷爆你的朋友圈 跟着本期攻略一路玩过去就行了 全程不费脑美景一网打击 首先第一站大水车 这里就是丽江的标志性建筑 也称子母水车 不来这里拍个照 别人都不知道你来过丽江 还可以挂个许愿牌 第二站文昌宫观景台 这个超大视野的免费观景平台 可以让古城全景一览无遗 第三站现文像 一条挂满着油纸散的小街道 在这里拍照仿佛时空交错般 唯美而浪漫 第四站大石桥 两岸盛开的鲜花和绿植 使人仿佛来到了小桥流水般的江南小镇 第五站樱花厅 白天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到了晚上更加绚丽多彩 堪称拍照打卡必去之地 最后一站幕府 电视剧幕府风云的拍摄地 被称为丽江版的紫禁城 是了解那西文化的必去之地 这样一圈逛完后 回到客栈好好休息 到了晚上还可以去酒吧街 听听民谣蹦个敌 或者去四方街参加民族打跳活动 也可以逛逛古城热闹非凡 灯光璀璨的各个街道 顺道品尝各种美食 尽情享受叶丽江的浪漫风情